1974年 凯文·福格森出生在巴拿马 年幼时期 他跟随家人一同移居到美国 尽管家庭并不富裕 但是 母亲和两个哥哥还是非常疼爱凯文 在幼年时期 凯文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但在一次校园七年中 只有13岁的凯文愤然出手 教训了企图欺负自己和同学的不良少年 这也是他自出生以来的第一次战斗 随着年龄增长 凯文的身躯越来越健壮 在高中时期 却加入了美式足球队 成为了球队当中的明星中后位 在这里 队友们更喜欢用他童年的昵称 来称呼他 Kimbo 高中毕业之后 Kimbo进入了迈阿密大学 主修刑事司法 由于自己在美式足球中的出色表现 Kimbo获得了大学中的奖学金 1997年 Kimbo曾经在迈阿密海豚队进行试血 成为了季前赛的一位 但是 Kimbo最终未能进入球队的一线阵容 美式足球的梦想也就此逃避 没能成为职业球员的Kimbo 开始了自己的社会人生 由于身材人高马大 Kimbo成为了一名脱衣舞俱乐部的保安 随后 他又在高中同学 麦克帕伊的引导下 成为了一名职业保镖 在此之后的很多年中 麦克帕伊都是Kimbo的忠实伙伴 陪伴他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态 当然 在业余时间 Kimbo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身份 他经常会参加地下各种比赛 在这个非法的格斗赛场上 Kimbo凭借着一双凶狠的拳头如鱼得水 很快就在这片无规则的赛场上 打出了自己的名号 随后 他的街头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 立即引爆整个网络 许多网民开始关注这个黑旋风一般的狠角色 虽然 此时的Kimbo并不是职业拳手 但是 却在地下拳赛中不断获胜 成为了网络上最知名的街头大王 2005年 Kimbo接受了著名格斗家大卫阿富兰的邀请 开始了系统的格斗训练 最初 Kimbo只是想在训练中提高自己的街头能力 因此更加着重学习拳法和肘肌 但是 随着训练的深入 Kimbo接触到了综合格斗 他开始对这项充满了挑战的新生运动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此 他来到了著名综合格斗运动员 巴斯鲁腾的训练营开始接受正规的综合格斗训练 2007年6月23日 Kimbo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综合格斗比赛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指挥在街头打架的莽夫 首回合1分12秒 Kimbo利用断头台降服对手 而这场没有被批准的比赛 也因为Kimbo的到来卖出了2万份PPV 随后 精英XC联盟宣布与Kimbo正式签约 而Kimbo的首场职业比赛只用了19秒便将对手轰杀 成就了自己职业赛场上最快的KO截 接下来 他又相继战胜了UFC老将坦克·阿伯特 和詹姆斯·汤姆森取得三联赏 不过Kimbo在比赛当中的野蛮表现 也招致了很多业内人士的批评 UFC重量级冠军弗兰克·米尔甚至认为 Kimbo的比赛简直就是对综合格斗的玷污 不过Kimbo并没有延续自己的联胜记录 他在职业生涯第四场比赛中被对手14秒秒杀 尽管如此 他还是得到了50万美元的薪酬 2008年 精英XC宣布破产 Kimbo也受到了UFC的邀请 参与了终极斗士的选拔 然而他却在比赛中输给了大度佛罗伊尼尔森 在UFC的第二场比赛中 Kimbo点数战胜了休斯敦亚利山大 赢得了自己在UFC的唯一一场比赛 而随着他赋予马特里奥之后 UFC宣布正式将这位鸡头霸王扫地出门 在离开了UFC之后 Kimbo考取了职业拳击执照 并成为了一名职业拳手 在采访中他向媒体表示 我想要体验在擂台上打碎对手下巴和肋骨是怎样的感觉 我喜欢战斗 尽管人们都认为我疯了 不得不承认 尽管在综合赛场上并不十分成功 但是Kimbo却是一位拳法高手 在自己的七场职业比赛中 Kimbo全部KO获胜 而他的表现甚至引起了罗伊琼斯的注意 表示愿意和Kimbo打上一场 当然在赛场之外 Kimbo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视 从2008年开始 他就频繁出演了包括鱼骨和蝎子王3在内的众多影片 在阔别了综合格斗擂台五年之后 Kimbo在2015年加盟了Ballot联盟 首场比赛就战胜了UFC老将肯·山姆洛克 随后Kimbo在接下来的赛事中迎来了自己曾经的搭档打打五千 两人曾经是地下拳赛中最好的朋友 但是随着Kimbo加入职业赛场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赛前两位结霸的加盟使得PPV狂卖250万份 但是这场比赛却成为了Ballot历史上最糟糕的对军 第三回合耗尽体力的打打五千像烂泥一样坍倒人输 甚至在赛后被送往医院急救险些丧命 而Kimbo赛后的要件超标本场比赛最终被改为无效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本场比赛却成为了Kimbo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2016年6月5日Kimbo在家中忽然晕倒 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 尽管医生全力抢救 但是Kimbo最终还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去世 享年42岁 实检报告显示Kimbo的肝脏出现了大面积肿块 这可能是由于生前过量服药导致 而Ballot总裁斯科特库克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证实了Kimbo去世的消息 我们对Kimbo的去世表示震惊 Ballot联盟失去了一位勇敢的战士 如今距离Kimbo去世已经过去4年 值得欣慰的是 他的儿子已经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选择继续在Ballot战斗 每当全迷看到小Kimbo的身影 也都会怀念起他的父亲 怀念起当年那个威风八面的街头霸王